一、失败不可怕,可怕的是从来没有努力过,还云然自得的安慰自己,连一点点的懊悔都被麻木缩掩盖下去。 不能怕,没什么比自己背叛自己更可怕。 二跌倒了,一定要爬起来,不爬起来,别人会看不起你。 你自己也会失去机会,在人前微笑,在人后落泪,可这是每个人都要学会的成长。 三、要相信,这个世界上永远能够依靠的只有你自己。 所以,不管别人怎么看,坚持自己的坚持,直到坚持不下具雷纸。 四、也许你想要的未来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期,也许你已经很努力了,可还是有人不满意,也许你的理想离你的距离从来没有拉近过。 但请你继续向前走,因为别人看不到你的努力,你却始终看得见自己。 五、所有的辉煌和伟大,一定伴随着挫折和跌倒。 所有的风光背后,一定都是一串串柔活着泪水和汗水的脚印。 六、成功的反应词不是失败,而是从未行动。 九、有一天你总会明白,遗憾里失败更让你难以面对。 七、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一下子把你打款,也不会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一步登天,慢慢走,慢慢看,生命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。 八、努力也许不等于成功,可是那段追逐梦想的努力,会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,一个沉默努力充实安心的自己。 九、你相信梦想,梦想才会相信你。 有一种落差是,你赔不上自己的一心,也辜负了所受的苦难。 生、生活不会按你想要的方式进行,它会给你一段时间,让你孤独,迷茫又沉默忧郁。 但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,多看一本书,去做可以做的事,放下过去的人,等你度过低潮。 那些独处的时光,必定能照亮你的路,也是这些不肯陪你成熟。 所以,现在没那么糟,看似生活对你的亏欠,其实都是祝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